家长们给宝宝起名字 那倒是相当重视啊 现在有什么测八字的 又在网上测这个名字的分数的等等 11月20号 福建福州的林先生 喜得一对龙凤胎 可是人家那名字起的 哎呀 简直跟玩似的 哥哥叫林志颖 妹妹叫林志玲 我的妈呀 这要是三胞胎 那老三是不是得叫林志炫呢 林先生说了 他就是希望孩子 能像这两位艺人一样 学业事业顺风顺水 成为人生的赢家 哎呦 这以后你在家可不得了 林志颖 你小子又逃课 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还有你 林志玲 你也别笑 作业不写完 不准吃晚饭 要是开心了就喊 来 林志颖 爸爸捏捏你的小脸蛋 来 林志玲 爸爸抱抱 哎呦妈呀 大哥 我觉得你才是人生 真正的大赢家呀 希望孩子能像这两位艺人一样 学业事业顺风顺水 成为人生的赢家 哎呦 这以后你在家可不得了 林志颖 你小子又 家长们给宝宝起名字 那倒是相当重视啊 现在有什么测八字的 又在网上测这个名字的分数的等等 11月20号 福建福州的林先生 喜得一对龙凤胎 可是人家那名字起得 哎呀 简直跟玩似的 哥哥叫林志颖 妹妹叫林志玲 我的妈呀 这要是三胞胎 那老三是不是得叫林志炫呢 林先生说了 他就是希望逃课啊 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还有你 林志玲 你也别笑 作业不写完 不准吃晚饭 要是开心了就喊 来 是